女星李玉芬呢 日前以美蒙公主的造型 出席手机代言的活动 身穿一席漂亮的粉红色 亮片洋装 一出场就受到粉丝的尖叫 她表示自己是一个超级的游戏迷 常常打电动打到半夜 被问到感情的问题呢 她表示现在是单身 但是希望在两年内找到好归宿 李玉芬日前大陆北班球 出席手游记者会 一起水钻粉红礼服 亮丽现身 宛如童话里走出来的浪漫公主 不过这位公主 在和柯震东分手之后 还没有等到她的白马王子 让李玉芬哀叹 细细没有人陪 只能工作玩手游 李玉芬也自爆 平时没有工作时 会宅在家里打一整天的手游 甚至曾经为了打游戏 退出群组 她满沉迷的 但是我当然是以隔一天 比较没有工作为主的时候 才敢就是大肆地一直玩游戏 生命到怎样的程度 我会是 大家会一直看到我在线上 真的 对 就是你问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会知道 我一直在玩游戏 然后我就禁止他们 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会生气 我曾经因为这样子 三群组 退出群组 而好姐妹送米勤即将在8月临盆 让李玉芬直呼 看到米勤快升的时候 感觉超奇妙 当然也会希望有自己的小孩 其实也不会直接挑到当妈 就是会想要有一个 有个另一半吧 对啊 看她快升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超超奇妙的感觉 而先前李玉芬被爆出 不满老东家红将多利安 今年3月推出单曲时 将记者会场地 审在咖啡厅让她很傻眼 传出她因此和公司关系紧张 还不断放出年底 约满不虚悦的风声 对此李玉芬首度正面回应 其实目前跟公司状况 都是非常合作愉快 因为我也在公司10年有了 超级久 所以我觉得跟公司 都是很多默契的 然后关系也都非常的好 对 那有这样的新闻 其实我也觉得 对啊 蛮压抑的 因为到合约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本来其实就有 自己的工作室 其实我本来就有 但是跟公司一样是有合约在的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模式 李玉芬也透露 目前正在准备新专辑 最快可能明年就会问世